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改变人生做就对了 有位被评为二十世纪中期 最具影响力的临床医学教育家 名字叫做尤金斯塔特 在二十世纪后半 总共有三十七位他的门生 被聘任为美国医学中心的内科主任 而他对后世最大的影响 就是在1966年 于杜克医学院做了学制的革新 原来美国的医学院 主要是学士后四年的学制 两年基础医学 加上两年临床医学 但是斯塔特一直认为 光以比试去测量学生的学习效果 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很多背下来的知识 不久就忘了 而且学生时代学到的知识 大多毕业后就不管用了 因此斯塔特在1966年 把两年的基础医学缩短成一年 让医学生第二年就进入临床医学 并在第三年 由医学生从前一年的临床经验中 发现问题 提出学习计划 再去寻找答案 他们可以选择到实验室工作 可以去社区服务 可以去修硕士学位等等 启发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当有人问斯塔特 为什么很少医学院 跟随他们学成的革新时呢 他回答 一般的想法都认为 医学院必须教出 具备完整医学知识的医师 而我则认为 不论课程多丰富 四年的医学教育 根本不可能教出 什么都懂的医师 我宁可教导我的学生 很容易说出我不知道 当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时 就会自主去寻找答案 这样的学习 比背书印象更深刻 而且更有用 亲爱的朋友 你也觉得去做了更有用吗 故事中的斯塔特医生认为 很多医学院想要教出一个 具备完整医学知识的医师 但现实就是不可能 因此宁可直接开始操练 在做中学习 如此才能更快速地成长 我们常言落入一样的现经理 总觉得要通通预备好了 万无一失了才去行动 但就是这样拖着拖着 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机 甚至最终就放弃行动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梦想 最重要的就是起来行动 在圣经上有一个勇于行动的故事 有一个妇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为了医治这个疾病 她到处去寻绑医师 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 受了许多的苦 但她仍然尽一切所能地 跨出信心的行动 有一天她亲见了 有一位能行医治神迹的耶稣来到 她不顾一切 就从拥挤的人群中 来到耶稣的背后 并且伸手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 当下她就觉得得着了完全的医治 这位妇人能够经历神迹 最大的关键就是在于她的行动 所以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从此 她的人生完全转变 亲爱的朋友 别犹豫了 今天就是行动的时候 如果你有什么梦想 只要开始做 就是成功地开始 我也相信 当你展开信心的行动时 上帝就要来祝福你 赐给你智慧与勇气 好使你在过程中 不断经历更新与突破 最终完成她在你身上 美好的计划与命定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